好,玩具TV第十三季第七集 哇,我坐半邊都OK 我很親密的 雖然我沒有打好罩 今次和大家介紹的是 久別了玩具TV一段時間的 Storm Collectables 這次要介紹的不是街霸 反而是一個挺受歡迎的遊戲 Gear Wars 這個非常好玩 當時我有Xbox 360 我也是 玩了1,2,3集 第2、3集都非常精彩 我很努力地玩1,2 但是這個遊戲 有些FPS遊戲 有一個問題是 跑步的時候畫面會上下錯 因為它模仿跑步 所以我玩不到太久 通常一個多小時會休息 所以我沒有試過打爆機 難玩的 難玩的 真的難玩的 AI很厲害 其實AI很厲害 最爽的就是 新用的電腦 很爽的 明明你用槍打死它 你都會走過去 走到後面 在背部插 因為你用腳一射會死 平時槍打也不死 很炸的槍 而且它經常打武器 要撿別人的外星槍 很廢 雖然它的槍是差 但是 今次介紹的那支槍 支支都很漂亮 我拔掉 Cole的工具 先 Cole 本體 未上任何工具 我覺得 Storm去處理這些 這隻大隻佬 真的有仇 完全是把那個 型格 凸顯出來 雖然 本身官方說 它是1比12的比例 但是我相信 大概應該會是1比9.5 或者1比10左右 因為其實是美換那支 它是配合美換那支 對 它真的這麼大 MARVEL那支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MARVEL那支 沒有特別說 1比2的 好 看看它的工具 這麼多槍嗎 真的有這麼多 而且 而且 本身 其實遊戲裡面 那些槍 那些工具 都很漂亮 所以你看看 它本身 跟著那些設計 其實已經可以做到 效果 是不錯 但反而它沒有爆炸弓 爆炸弓 也很爽 它接下來還會出外星人 迪光那邊 外星人也出了 有兩款 我猜不到 其實很有趣 Gear So 4 我想在亞洲 是差一點的 或者在香港是差一點的 但是其實在外國 是很受歡迎的 我會接近的 其實很多東西 亞洲區的人 比較少玩XBOX 但是這個遊戲 其實在XBOX上 就撐起一片天 所以 應該是代表中 通常你在外國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就是 你一去朋友家 一開 你一進去 就只有XBOX 然後一打XBOX 一開機 就是Gear So 4 基本上 你沒有什麼選擇 然後大家坐下 就在那裡 咪機 從頭到尾 不停打 還要帶著耳筒 叫 還有它還可以四打 你可以四打 然後我們一間房 四個人坐在那裡 就互抽 然後可以 所以其實很過癮 它有些近乎已經是外國的派對遊戲 這樣 大家去到招呼第一個 就是打XBOX 就玩這個 好 看看槍 本身有用了不同的顏色 也有做舊花 例如鋸齒 他也有染紅 去做一個鋸完人的血 冰了下去 鋸片的感覺 另外 本身也有 每一個角色 有不同的頭 都可以給你換上不同的表情 其實他很感叛 我想問他要多少錢 好像新 現在四百多元 四百多元 有三個頭 有三個頭 是便宜的 是便宜的 這條拉是便宜的 這麼厲害 差不多三百多元 有三個頭 不是四百多元 四百多元 三個頭全開玻璃 還加四支出的把刀 我買 經過不達 約六塊幾歲 這些大班很多 而且他下本 你留意一下 他的玻璃不是用同一個玻璃 他本身 Cole是高一點的 你跟Marcus比 看到頭頂高 還有看肩膀 他真的有點出入 而且他不是身體 他整個全開玻璃 兩隻是不共用的 槍可以鎖 其實一般 大家 你看到這個角色 Marcus Marcus 本身這個樣子 是年輕的 帥哥 其實一二三 就是年輕的 但是他另外 有兩個版本的頭 是老了 第五集的時候 就是老了 一般大家的公司 大家懂得玩規矩 就是 我呢 就先出一個年輕 然後 OK了 我再出一個 換了頭 然後 再出一個 就是Show Exclusive 但他竟然都給你了 還想怎樣 大佬 很厲害 四百多元 什麼性價給你 好 那我看回正面 正面 看過 後面 給大家看 沒有氣場的 還有 他們玩Storm 那些 他們的Fictor 都很過敘手 真的 即是 縱使沒有任何金屬成分 但本身真的很重手 可以嗎 我看見 這架槍有些地方都挺溫馨的 他的槍嘴呢 我看見 這個槍嘴有點彎了 可能是放在吸索的時候 會有點奇怪 但是呢 為什麼他彎呢 我想懷疑他應該是PVC 怕大家玩 因為他支槍比較小 可能是500條 他特意有分件的 其他這些位置都是硬的 所以可能他這個 就是單純因為 如果大家看見 牠有點彎 會用風筒吹一下 弄一彎就可以了 那些是否避免不了的 我打算用這些材質 我想他比較傾向美援 想大家玩下去 不會經常拔爛 因為如果他這個 做回ABS 他不是做不到 但是他會容易硬 那我想他那個路線是很微緩的 就是你見到他拿的 都比較有傾向 很光陽 光陽氣好成 是啊 那你玩得街霸 玩得拳王 那這些大隻老驚 確實都真的不錯 本身其實要設定一些 漂亮的姿勢是絕對不難的 也都感覺到 其實每一個切割位 他都叫分得很漂亮 所以變成在 放一些大動作的時候 看上去的感覺都不會突出 而且 真的很激 大佬 說回可動 換頭的話 其實都是用Ball Joint 可以輕鬆扭的 不過有少少尷尬的 就是頭和頸 又有少少兩節式 少下大癡 那麼 身體方面 也是很紮實的 就是聽到他的絕膠聲 很過用 就是 計算這個跳齒聲之後 那麼 那麼 手關節 不敢說 非常之厲害 但是 動的角度 都是水準以上的 基本上 就是 大部分 以人的動作 都做到的 這麼粗 他的手 好像扭得這麼高 腰才爽 本身他有兩節 是可以動的 就是 下空和上腹 變了 都是好腰好神 好男人 我覺得可動動作 那個解敗 大哥 因為他本身穿甲 當然 穿甲位 這個在所難免 但是 都是那句 你有這樣的可動性 我也覺得可以接受 其實我自己是 覺得 玩得開心 是大於穿甲 是 本身 褲浪位 都用了一些 軟的膠 變了 你動的時候 都不會 就著動作 是沒有特別妨礙的 那麼 反而 膝關節 雖然是用兩重關節 但是本身因為褲管比較粗 影響了少許對折 但是 你擺九成的動作 都不會影響到 加上 他的褲 亦都 分切了 變了可以左右轉 當然不會轉到這樣 那麼弱酸 可以遷就一點角度 去擺一些姿勢 他分得挺漂亮 因為很多人都會分在腳腕 他分了在褲的形狀 這個分得很漂亮 本身腳腕都有幾好的可動性 變了真的說 貼地 這些路都可以做得很好 鞋底都沒有 都交了功課 我覺得他出那麼多 這個性價比 真的非常不錯 算是數一數而正 數一數而正 因為我看到他的規格分析 或者是舊化來講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很感動 我不知道四百多元 怎麼做到這樣 但是我覺得他來他的對手 是不是是NECA的產品 如果以同一個市場來說 因為我很少見到這種 還是那些玩Maffle Legend 還是Maffle Select 其實 但不會出這些 license 對 我印象中好像除了Storm 應該都有第二間外國公司有出過 應該是NECA 還是Mapaling 很久以前 Mapaling 現在在拍攝Dick的地方 你看到那些袋子 那些小背包 那些著色都很仔細 很漂亮 那些細節位 全部都出來了 很棒 他有一個 捉頭的頭威 很棒 很棒 這個頭威 我覺得Storm在 大隻佬的肌肉上 表現得到 他的拆件 拆得很順暢 你不會覺得 為什麼這裡 崩了一塊 沒有的 他是很順暢的 之後 其實黑人的膚色 有時候 人們會說 比較 大家都會經常說 很容易上去 他這麼黑 但其實不是的 你看到他黑得來 他有些 肌肉線條 有些光 打出來 其實他那個半光 是有些麻煩的 生產上 但你會見到 他都處理得很好 很漂亮 好 好 希望繼續 保持這個 靈體 另外 外星人 我覺得都會買得多 而且外星人 更高 但都是這樣的價錢 應該貴一點 應該貴一點 應該做特價而已 應該照常 應該要五百多 但其實他真的很 他那個 怎麼說 他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很強 你想想 例如我們平時 一比十二 玩Mexico 那些 Mexico 他雖然穿真衣 但他可能單頭 或者雙頭 都已經收你五、六百元 但他四百多元 可以有 這樣的性價 比我真的沒有話好 你只能夠買 不過他出這個系列 我想容易處理過街霸 或者拳架 對 因為他的裝甲米 露出度比較多 沒錯 有時候 我覺得街霸 跟這個都OK 但拳架 有時候感覺很大隻 路加 可能是草體驚都橫過頭 我反而覺得三島平八 就真的有一點過分 我覺得他做拳架系列 就太大隻 但其實做街霸 可以的 街霸的人 去到加八四 加八四 加八五 其實比例是這麼大隻 整個人差不多正方形 我沒有試過 把拳王和加八 放在一起 有機會的 因為拳王是九八 因為九八的人的腳很長 我覺得好像太粗 但其實是這樣 如果和拳架比我 你都沒有選擇 你都是 拳架我都有 你這就是愛 拳架的樣子 怎麼搞啊 沒辦法留下他在家 我覺得 充滿愛 我覺得Storm推出這些 真的很棒 的確 好 看看下次什麼時候 再介紹Storm的產品 街霸也好 拳王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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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八神 我有草題 好 好 又回頭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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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